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一個非常放鬆的地方 就是有酒 有咖啡 對啊 我想說我們這裡也要來喝個好幾杯 那我們來聊聊 我們來直播喝酒好了 好啊 那就是因為像 就是兩位是世外桃園的 那個電子音樂的團體 那其實世外桃園他之前 是從英文搖滾 他前期其實是英文搖滾的 形態那他現在轉變到 電子音樂的話就是 就是因為小二其實你一直在這個團體裡面 他覺得 對於你在創作上面有沒有什麼 就是 你需要去適應的地方嗎 因為他的風格差距這麼大 但因為他其實一直都只有我一個 就是 主題其實都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是我想要搖滾 或是我想要電子 你就可以完全去主導他對不對 但是在搖滾那個 Pub比較不一樣 就是那時候跟 是跟四分位團團一起做 四分位的團團 就是四分位的鼓手跟吉他團這樣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寫的demo都是電子 但是他們就不想要做電子 所以他們就會再把他改成腰筋 所以其實你心裡面一直有一點 想要做電音樂的感覺 對 所以後來也是這樣子才找到金小二 所以後來是這樣子找小二 那就是你在那個時候創作 因為其實有點像是被他們 主導成為是英文搖滾 那這一塊的經驗 對你是後在 比如說寫歌或寫詞的時候 會不會又產生什麼影響 其實還蠻 我那時候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因為我以前沒有這麼 就是接觸搖滾那種一生 所以我自己沒有做那麼多的音樂 然後也是跟他們合作之後才 理解到說 喔其實我的聲音是hold不住真實樂器的 就好像鼓一打下來 我整個就這樣飛出去 因為你的是比較空靈的那種聲音 太瘦了 然後每一次就是我都要吼槽大聲 吼槽大聲 所以對在做搖滾的時候其實 Vocal上面沒有太多細節 喔 看起來是蠻帥的阿 就是跟你說音樂 對 對 那像 因為四外桃園他其實第一張專輯是 浮光略映 那 這張專輯其實他有得到就是 最佳電影專輯 那可以就是 聊聊你這張專輯他 謝謝 在製作過程之中 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製作過程當中就 我那時候Vocal被 Vocal是核心碎當配唱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有一直在討論說 那像這樣比較 比較 down tempo一點的東西 是不是要把聲音變比較細去配它 然後這樣整體聽起來 就是這個音樂會比較誘人阿 或什麼 那時候有討論過這種事情 嗯嗯嗯嗯 那時候在Vocal上其實有做一些調整 就是大家可以聽得到 他跟我之前作品跟之後的作品都蠻不一樣 就是他的聲音其實蠻細 蠻細緻的 嗯 對 因為他開始有點空間 去做這些細節的變化 嗯嗯 然後那時候的東西也比較是 比較是我那一個階段的 的作品 就是也比較平一點 但是旋律是蠻 我覺得蠻易懂的 然後歌詞的話其實就是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一些心境上的轉變 還是從自我為出發地這樣寫的 對 所以可以講講你那時候的心境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時候的心境就不回送了 心情不好 所以這時候有很容易 所以每一首歌其實都還蠻 蠻悲慘的這樣 嗯 就是旋律上是比較強烈的 那種情感在 對就是比較壓抑 那些東西都蠻壓抑的 嗯 嗯 那其實這樣專輯裡面 就是 因為即使你在這麼壓抑的狀況之下 你還是做出這張專輯 然後他還是得了獎 那你對這件事情的感想是什麼 你們覺得就是 我覺得就是只要把我真的想做的 然後他是很真誠的東西去寫出來 然後 得獎的時候真的都覺得就是還 得獎當然超開心 嗯 我那時候沒有得獎 只是入圍而已 喔 對 但就是覺得 喔我至少這些事情有被一些人聽到這樣 嗯 對就蠻好的 又找到共鳴的對象 嗯 那你有比如說 你私心有推薦裡面哪幾首 你自己特別 就是大家 就是其他手錯過都沒關係 但自己手一定要轉成定這樣 我覺得浮光略影跟夢還蠻推薦的 夢 浮光略影跟夢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嗯 有特別的 夢的話是我們那時候就是 做一做音樂 嗯 就有一隻耳朵突然聽力有點不好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壓力太大 因為後來去音樂警察其實都沒一次 他可能就壓力波紮所以就是 或是耳朵進水 感覺 所以 所以 每次會耳朵進水 對 每次會耳朵進水 然後就有 有一陣子我就 覺得好像有 就是 憑人力有點不好 但是只有一陣子 嗯 然後可是我對那個印象非常的深 所以我就把 那個歌就是在寫這件事 然後 但後來他就好了 嗯 可是就那個感覺我覺得很特別 很強 那時候我嚇到這樣 然後浮光略影的話 就很明顯是在 表現我那時候的無奈感 就是那種對著鏡子 然後覺得就是一切就是 嗯 我知道 我最近有聽到 應該是我最近有 挖到一首老歌 嗯 他的台詞 他的歌詞就寫說 青春藍泥 雨災 欸 我补一點 就是青春男兒不知自己 然後要往哪裡去 大概是那種感覺 那也是那種感覺 港便 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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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院 喔那是好像是 港獨院 港獨院 我對自己去 好 好 好震撼喔 嗯 對啊 那像你說浮光略影也是 在這種 類似這種場景的時候 對啊就很不耐 嗯然後你有點 自己在 人生的那種不幸 對已經有點就是 不知道到底要怎麼辦啊 是不是這一切都是 就是徒勞工這樣 之類的 那你說夢那個時候四星又耳朵的關係 那你身為做音樂的人 是不是 對 我那時候想 我就想說 我要不是就會變 像貝多文 對 我要不是就會變超強的人 要不是就算了 要不是就退 對 因為那時候聽不清楚的時候 其實音準會不對 然後我其實蠻少會中音 我那時候覺得天啊我怎麼會這樣 突然掉到自己的標準那邊這樣 那那段時間你有就是 特別做了什麼事情 我那時候就 我覺得比較好笑就是 那時候我就第一個 去醫院檢查完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放 就去找董事長的樂團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聊天嘛 然後我就 其實我就哭了蠻洗衣服 然後我就哭了 去說 激動我都聽了見 然後他說 喔那你可以去抱那個 就是盲人的 有補助嗎 對有補助 然後我就笑了 這其實蠻實際的 那我就覺得 他很壞 但是這個就是 其實這種服務人真的有辦法用 對我覺得蠻有趣 那 有塞嗎 那 那後來其實 因為我還確定那個時間中的關係 但其實我知道你們好像有首歌是 ONE NESS 他也是得了就是 最佳單曲跟最佳約手獎 我們是後來 後來我們兩個談到對方 那可以談談就是ONE NESS這首歌的創作奇蹟嗎 嗯 你要說嗎 ONE NESS ONE NESS是那個單曲的名稱嗎 對 那是三首發在一起吧 對 那一首就是 那一張就是 有Dance with me 然後命在 beat team 還有一首超久以前不知道什麼了 是瘋狂的歌 對 你歌迷的話 對啊那 那張專輯 剛好就是想說 就 那張什麼 剛好在做一些新的作品 對啊 你是說 我們一邊在做一些新的舊品 新的作品 對 那一邊就是弄現場的人出 對 對啊 那 就剛好就是那時候就 想說 那是不是我們先幫一個數位作品 對啊 對啊 但其實數位沒有實體 對 那個只有數位而已 對啊 所以它其實 對 但是只有數位 那它的概念大概是怎麼可以 蛤 它的概念大概是 就是在講什麼 概念什麼 它的概念 其實那個字的概念 大概就是 我希望所有的東西都是變成意義 變成 對 因為就是在經歷很多事情之後 我覺得 其實最大的力量 就是大家 都要變成意義 不可以朝來朝去 那樣的力量很強大 所以那個時候 那時候想到的 就是專輯的名稱這樣 然後這三首歌 我們那時候 就是跟小哥 後來一起做的 然後我們做一陣子 想說 這個東西其實跟 我之前的裝飾畫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把它放上網 然後大家給聽一下 其實你覺得大概是 哪邊比較不一樣 哪邊 整個風格 它基本的就是電影 應該是風格全部不一樣 對 就跟不忘錄影其實 是差蠻有的 不忘錄影可能就是 比較慢 比較沉 然後比較 更 更流行一點 對啊對啊 然後 不然那時候的話 其實它就會 你看就是比較重一點 對啊 對啊 是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小肉老師夾齒對不對 對啊 它夾進來其實東西 就整個就 對啊 就董大董大這樣 但那一張就是 我們兩個還在調整 彼此的 誰要多 誰要多 誰要少 所以蠻有趣的 所以你明明說 做的話 大概是怎麼樣 就是我會先寫好一些 底椅的東西 就是編曲什麼 都會大概先弄好 然後再丟個小哥 然後小哥就會把它 拆來拆去 拆來拆去 對 拆來拆去 然後再把它丟回來給我 然後我在 有時候 我就會突然想到 一些新的旋律 對 然後有可能 那首歌就會變成 另外一首歌 就是它等於 自己會分裂生子 就會唱出來 它就可能我有兩三個版本 會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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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對你在 西班討論裡面的音樂 你絕對有什麼影響 影響喔 因為其實西班討論就是 我一開始就想到做 就是 跟其他風格 就是我其他project 風格不太一樣的東西 就是比較 流行 以Foreco為主 對啊 以旋律主的 東西 對啊 那當然 音樂還是 是有我的Style在 但是 我的設計 編曲 就會以為我聲線為主 對啊 大概是 是怎麼樣子的 就是可以舉例一下 大概是怎麼樣的 舉例 比如和聲的排列啊 會有很明顯的主副歌啊 因為它自己的作品 比較少 是因為舞蹈 就是我自己 對啊 因為很像 比如說 像我其他很多東西是 它可能也沒有主副 對啊 就是會有沒有斷 就是它斷會沒有那麼多線 對啊 對啊 它可能是比較 嗯 敘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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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當然六星刻它就會有 主歌 副歌 Coloss Aub Aub Coloss 就其實 因為小歐 就是你除了Vocal之後 你還有 曲曲創作嘛 嗯 那你怎麼看就是 詞跟曲 應該說詞啦 詞的部分 在世外表演的音樂裡面 它的角色是怎麼樣 我覺得它可以是比較 有很多變性 對 然後我一直在嘗試的是 其實不管它是中文還是英文 我想跳脫一種就是 由我為出發的點 因為我以前常常是 我多發的作品都是寫 於我自己的生活 那因為比較自己 對 就是我覺得我感受到的是什麼 但後面其實在 在這張新的作品裡面 其實我寫的比較多是 跟我 跳脫自己是第三者在看一些 狀況啊 或事件上面的想法 我想說電話比較客觀一點嘛 嗯 就很像是 比如說我在這裡 然後我在採訪你 然後我在看我自己 之類的 就是 就是之前的話就是 優點脫離的 生靈感 靈魂出跳法 其實之前都是會比較 可能我比較寫的是 比較多的感情 然後後來就想 喔應該要轉一下 然後去看就是 我周遭體驗到 都別的事情 然後用比較客觀的方式 去蒐集一些 別人的想法 排隊友的想法 或是看一些 對 這是什麼印象深刻的 不知道 印象深刻 對 朋友跟你說 不要來這邊挖我的椅子 很偏激 我覺得就是在 各行各業吧 我比較體驗到 是後來人 其實都是會真的 真的 就是 會蒸一些東西 不管是 對 你還是希望往上爬 或什麼的 但那個 久了 就是你到某階段 就會很容易 上次你原本 比較真實的樣子 就是因為 蒸 然後就持續蒸 對 對 玩什麼裝乾淨情 母子遊戲 對啊 我覺得那個是 我其實比較不忍心 看到很多事情這樣發生 可是好像 但它又是某種 大家覺得是 成功的 必須要經過的道路 這樣子 就好像有一種必要的冷酷 嗯 所以我寫出來就希望大家不要這樣 就可以盡量 我相信還是有一些方法是 你是一個很真的狀態 但是你還是可以 獲得大家喜愛 喜愛 喜愛或什麼的 對啊 嗯 那 嗯 因為你在 你在 就是這麼 這麼窮真的過程之中 嗯 你有 有沒有 那種 因為我覺得人其實 畢竟有些東西是 嗯 它很難真的去把它 從裡面挖出來 掏出來 因為那個其實 有時候會很受傷 那 你怎麼樣去斟酌這個點 或是說你有沒有 有一些創作論的其實 讓你覺得很 很 好像當下就快要過不去了 我覺得真的蠻常會過不去的 蠻常會過不去的 對 蠻 蠻常 蠻常 沒有到每一天啦 但就是 我其實對我自己蠻嚴格的 嗯 所以比如說 欸這個其實就感覺出來 因為你剛剛說你陰準 對啊 就受不了 我有一些小小的點 當然不 我通常不會跟人家比 但是就是我自己覺得 欸這個東西好像做得不夠好 或者是 我應該還有時間把它做得更好 嗯 那時候我就會 覺得很 想要低低開始 對 覺得很 過不去 這樣 那這種時候小的老師會 會怎麼樣 一句話把我打破啊 完全堵住一句話 沒有他就會 一句話就讓我覺得 就是 然後他比如說他就想那個 不用想多啊 然後我可能在旁 在家或什麼時候 我就想說啊 可是這樣怎麼辦啊 我自己的東西就是過不去啊 然後他就想一堆然後到那邊 就去練一練啊 然後就好 這樣 我覺得 想到好像好像 比較有那種 超然跟沈穩的感覺 因為我比較懶 懶得跟他說 應該怎樣怎樣 那這是因為你在就是 因為你自己的團體 就是有很多就是 你非常擅長現場的 電子音樂都會表演 是因為這個關係嗎 所以變成你 看 看音樂的態度 好像不是吧 不是嗎 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還好 好像是 他之前有講過說 他做音樂其實是 蠻不會管旁邊人在幹嘛 就是他沒在管反應 就是 因為自我實踐啊 我覺得創作其實就是自我實踐啊 對啊 那就是 因為有些之前的表演其實都沒有觀眾嘛 沒有觀眾 大家就不用對外面那邊負責 就是自我實踐啊 因為他做的東西真的是很前面 就是 反正在這個組合裡面的人 就沒有 就不會是這樣 那這樣子 就是小哥老師進到 就是這個團體裡面 跟就是 小歐之間的合作 你會讓你覺得 需要適應什麼地方嗎 其實也好 其實也好 需要某個地方 就算是分工分得還蠻恰當的 對啊 對啊 那 就是 小歐在 你平常在創作 因為你說你先打底 然後再請小哥老師幫你就是 有點像是組合拆解這樣 那你平常在打這個底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 就是 你會特別注意哪些地方嗎 或是 你會覺得 一定要 一定要最精準去挑 我覺得是 我當然一開始 就是也會有一些畫面 但可能不會有 比較準確的 詞出來 我都會先有旋律 我都會先有旋律 這是刻意的嗎 不是刻意的 就是我就是 沒有辦法 就是要先寫旋律 然後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節奏組的東西先出來 節奏 嗯 所以我可能要先把鼓啊 或節拍先定掉 定好 對啊 那 之後 你說 就是先架構出來那個節奏 然後 之後再 上旋律 然後再寫詞 這樣 對啊 上旋律 然後再把自己想唱的 歌聲的旋律 部分再打號 然後 對 然後再寫詞 嗯 那 會有發現就是那種 比如說你今天 明明就想到一個場景了 可能有場景 但寫不進去 對 對 這我真的要怎麼辦 就不要寫啦 暗刺 你也把這個 就因為卡住 卡住 我通常就是會開好幾個 project 就是我 我這首 我這首 停掉的時候 我就先用別的 然後再用別的 然後再次回來這首 可能這首原本要講的 我已經忘記了 那我就重寫一個 對啊 我就重寫一個 對啊 因為我覺得那 沒什麼大不了 你就再重來 那可能 寫出來的東西 會更不一樣 對啊 好帥喔 好帥喔 沒有我其實是金魚的喔 就我記不住 金魚 記不住 很真 奇妙 然後我就 什麼 就是因為 其實你以前是那個 就是有 有小孩子得到進取獎 然後你也有得到那個 沒有得獎 我只有入圍而已 入圍就是最大的潛力是跟妳講的 那其實妳創作的資歷其實也算滿長的對不對 大概十年 對啊 對啊 那這樣對妳來說就是 進到四塊條件的創作過程 跟以前的創作有沒有什麼太一樣的地方 當然有吧 因為以前的話 我還是會就是 就是 主副歌 主副歌啊 來看 然後後來的話會覺得比較 就是有點被冰掉的感覺 對 就會真的想要玩一些 接拍上不一樣的東西啊 或者是整體感聽起來是怎麼樣 然後 唱的部分 可能不一定要那麼的花俏 或什麼的 可是唱嗎 以前會比較標準 以前就是唱比較有 哈哈哈哈 就說欸這個要放那個 海浪的感覺 這個要放吹的感覺 這個要轉音 這個要轉音 然後到這個就整首都在轉音 太R了 太R 詞的部分 詞的部分 或是曲的部分 會 想法的感覺不太一樣嗎 詞的部分就是現在 就會想說 我可以用別的角度看啊 那以前多半真的就是 三首有 五首有三首有群都在講感情 然後都是我自己的感情 很多看自己的感情 很多看自己的感情 經歷的功夫 經歷的功夫 那像這一次啊 就是 這次你發行的專輯是Edge 那Edge 就是在創作工程之中 怎麼會讓你覺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就是我們比較深 就是我們配合得很好啊 就是 深刻的地方就是沒有什麼挫折 有啊 還是有 還是有 還是有出包來幹嘛 對啊 但是在創作過程上 是不是沒有什麼問題 喔 對 有比較特別有趣的就是 有一首就是經典 有錄委經典經營獎那首 對 然後比較Purple了 然後那其實是我們去溫哥華表演的時候 對 我逼他在房間一些 因為那時候我們每天就沒事做 我就在表演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 有好長一段時間在那邊 但是我們只有兩場表演 喔 然後就變成我們中間很多空閒 嗯 然後我就 就是我們 他起來就是臉型啊 然後我就想 哇 我們現在趕快做首歌啊 我們趕快去弄啊 呵呵 然後就把那首歌做出來 突然就每天整個去逛超市這樣 對 我們只要去超市 然後買這種很便宜的沙拉 然後買沒有酒精的紅酒 喔一定要買沒有酒精 因為沒有酒精 就是因為太 那邊不能賣沒有 平常地方沒有賣酒 對對對 賣酒很麻煩 那所以 就是你在 呃 哈哈哈哈 我就說今天可以 隨意我們 因為我們平常也講很多 就是關於 專輯裡面是 對啊對啊 所以你平常也會這樣Push 曉得嗎 不會 其實我都Push不動他 他是不主動我啊 就是 我就是因為我平常都沒有辦法推他 嗯 就是推不動 只有這個才是 對 經紀人 他可以Push他 但我沒有辦法 我就說 欸你有沒有聽我傳一個Demo 然後他都幹還沒 然後 摸摸的一句話句點 對 然後我想看 可是那種很驚訝 要給你聽他就是他還沒聽 然後我就抓到機會 在文哥好二句 就是我要 逼啊逼啊逼啊 反正你現在沒有靠山 對 反正你現在沒有要幹嘛 你現在就沒有要幹嘛 還滿有趣 那 比如說你在 你在就是 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都是創作一首歌的狀況 那你在構思 就是兩位在構思 一整張專輯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 特別的博演在不一樣的電影 還是會先把 所有歌曲先收集好吧 然後把一些 就有可能歌曲的量 一定是會大過的專輯 不會說寫無首 就發無首這樣 都還是會 還是會選一下 對啊 然後再集結看起來 就是這些歌曲他想要說什麼 好不好 對 對啊 所以你們他們放的會是會 先有一個專輯主題 然後再收歌 對 就先收再定個主題 先收再定 對啊 那這樣會 會有一些遺珠之函嗎 遺珠嗎 其實你也很喜歡哪個歌 但是 你可能他 後來這張專輯裡面很多都變新歌了 對 就是那種 欸 Demo跟Demo 我已經完全不一樣的歌曲 對啊 或者你不知道他長到哪一區 對啊對啊 那 那變成就之前的Demo 就是遺珠之函 對 我還是有一些遺珠啦 沒有放進啊 那可能之後 之後再 還有下一張拍的機會 對啊 那 就是 你可以聊聊 比如說 因為其實這次你們 我們提供現場的是三首呢 比如說一首是H 然後就是Propel Love 跟 Midnight Beats 那這三首可不可以就是 稍微聊聊一下這三首的創入過程 或者是 他們有沒有對你們有 有沒有帶來有一些特別的遺憾 Propel Love就是 又在講感情 又在講感情 對 Propel Love 那邊就是什麼 那不是 因為我實際上已經很少講到感情了 所以我覺得好像有一首歌 是在講這個也不錯 對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在講感情 我覺得 從歌詞很容易就看得出來 嗯 然後那個過程就是我逼它在 我這畫寫的 對 不能跟畫的感覺 就這樣 就是我一直逼它逼它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把它完成了 嗯 然後 Midnight Beats的話是 之前 之前其實就寫好了 喔 之前就 對對對 上次在之前精英講的時候 Once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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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已經發過 嗯 但是在這次我們就想要用不同的方式 他就參了一些爵士 然後 就找我們這個好朋友啊 鄧世偉 憲民燕 對啊 對 應該是上國慶的歌 不是吧 上那個四大月的歌 對對對 然後就請他進來幫我們把這首歌 就是再弄得更 絕世墊子一點這樣 嗯 嗯 那H的歌 H的話其實它就是比較 像我覺得是專輯裡面比較 重點的一首歌 重點 對 所以它才會做就是專輯的一首歌 嗯 因為它在曲式上 其實就你可以看到 我們兩個人比較明顯的 比較和諧的 在同一首歌裡面 我覺得它的部分 就是matched很剛好這樣 嗯 而且像是理想配的 因為通常都是 先有它的demo 我才會開始編 對 那H的話是 我是直接去把曲子就全部編完了 對 那最後給它 不留空間給你 就塞一格子進去這樣 對啊 那其實後來就把 欸其實這樣成果其實還蠻好的 也不錯 對 明明這曲子就已經是很滿了 因為它還是塞一種方式 有東西可以塞進去這樣 錯的進去 對 對啊 對啊 那 像剛剛說Mind Night B.C 就是他們 就是這首歌的製作過程之中 還是有更 像是爵士樂手 像現在跟老師他們 這樣合作的過程中 有沒有需要 特別去寫到的點 或是因為 因為他們的意思 沒有啊 那還是叫阿錘 他本身就超強 就是那兩個人 其實本身就是 都混了很久 他還可以啟發我們一些什麼 對 因為我想說大家用的術名 應該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是 覺得是底 然後兩位是電子音樂底的 會溝通上面 前兩天練團之後 他們都溝通了很好的 沒有 因為其實就是我們以前 自己喜歡團的啦 對 跟小凳 跟謝明明 然後 但我覺得這首歌 比較特別的是 像Same 謝明明在偽奏的solo 偽奏 發展的流行歌 不會聽到這種solo 很狂 很狂 好 我去找來聽 很狂啊 大家都記得很狂 就是 我覺得可以聽起來 會有一種 國外水溝蓋的冒煙的感覺 水溝蓋嗎 什麼意思 我只是每次聽到 他後面的solo就是 會有那種就是 比如說紐約街頭 然後從蒸汽 從那個 我知道 我知道 然後就是 為什麼我不知道呢 就是 黑暗騎士 對 對 但是也不錯這樣 穿過去的時候 然後水溝蓋就是 裡面整齊的冒起來 就是他的背景 但是沒有黑暗騎士 對 好 但是真的很帥 對啊 就很帥 好一點 你接不下去 你接不下去 對 帥 那就是想要請問 比如說 如果 其實像我自己 我會覺得 我不算聽得懂 電子音樂 那我覺得其實應該 有些人他 可能也想要試試看 聽電子音樂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下手 因為我們可能 比較常聽到的是 比較流行的音樂 那你會覺得 其實這些人 有沒有建議他們 要從哪一邊入手 或是 用什麼方式去 聽電子音樂 可以比較 聽得懂你們要反彈 我覺得音樂本身都蠻主觀的 就不管是電子音樂 或哪個類型的音樂 其實一開始肯定 都是聽不懂 因為我們也聽不懂 真的嗎 以前我們一定聽不懂 不可能一聲出來會知道 喔 電子音樂我喜歡 down tempo 不可能 所以 我們也都是慢慢聽 然後多聽 就是多聽不同樣的音樂 我們應該兩個人都不是 只能聽電子 因為其實譬如像這張專輯的話 其實跟一般電子音樂 其實是差別蠻大的 差別嗎 因為一般電子音樂 其實是功能性蠻主 你可能就是拿來 就是抖子抖子 可以跳舞 對啊 也可以 可以開一整個晚上 嗯 但這張專輯還是以 FOCAL為主 對啊 就是它其實還是以FOCAL聲線為主 對啊 就是 還是 每首歌還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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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二人 就是它是 以歌曲為主 而不是就是 可以 就是 讓你動次動次 跳四個鐘 對啊 還是每首歌都是像一個 就是一首歌 它又七千轉 對啊 大家要怎麼再說一個 大家 那大家要怎麼入門去聽呢 入門去聽 就是你還是聽得到 有主歌有副歌 有 別人他們就是 因為我真的太壞了 對 對 然後一些 我覺得應該可以跟他們講一些平台 對 平台 就是多聽的平台 就是 比如說這樣可以 大家可以說去 SoundCloud 啊 啊 SoundCloud 對啊 然後Spotify 其實現在也都有 蠻多電音的選項 就是你如果 可以發表到一些 就是 蠻 蠻好的 artist 他們都會幫你整理好 他們都有很多list 對啊 iTunes也可以啊 對啊 所以它裡面是找得到四位討論 對 你說Spotify嗎 可以 SungCloud SungCloud 對啊 其實我們都會做很多playlist啊 對 對 我覺得你可以 對阿 你可以聽聽我們分享 嗯 那就是 嗯 你說近期的 近期的 專輯發行是 H嗎 那有沒有其他的演繹計畫 或者是正在著手進行的 對 對 後天 後天那就是 拜託大家一定要來 拜託你們 可以 可以 可以詳述一下後天的那個 資訊給大家 對 後天就是 禮拜五 十三號 星期五 對 十三號星期五 好耶 這個好耶 十三號星期五 就是後 禮拜五 然後我們會 晚上八點在等我 喔 公館的等我嗎 對公館的 然後我們做了這張H專輯的專長 就是全部都是這樣的表演 完美 完美 對 希望喔 帥耶 然後那天我們也邀請就是 槍擊波辣 就是另外一個 很特別的團 三人團 然後他們會跟我們一起共同演出 嗯 然後在 這場的專長裡面 你就是可以聽到 各種不同的東西融合 電子音樂 或有什麼樣子 然後剛剛提到的 憲民也會跟我們一起 對憲民也會跟我們一起 然後我們也做了很多就是 嗯 燈光的互動裝飾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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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於非文證的部分 對非文證 對啊 對因為其實就是 欸是開始之前嗎 好就是我稍微提到 就是我腦袋 應該不是腦袋 啊隨便啦 就是眼睛裡面也有一個 那類似的 會飛來飛去的 因為他看太多LED燈了 對啊 眼睛拍了 反正我們那天也有這樣的 呈現 準備 重要戴墨鏡 對 你可以戴一下下墨鏡 對 那之後有沒有想要嘗試 比如說特別的題材 或是跟 特別的音樂類型的音樂人合作 嗯 有啊 他應該蠻多的吧 嗯 他還沒想到 欸我等會我是對 又聽到一個 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 我們 鏡頭看著要轉過去 我最近有聽到一個 我覺得蠻棒的 是那個王妃她女兒 叫做鬥鏡頭 啊我知道 我跟她東西也蠻不錯 我心針是這樣 對啊 但她聲音 我進來好像也是有一點點 她聲音是蠻像王妃的 但她做的音樂類型其實就蠻廣的 我覺得跟我們這張 是有一點點接近 嗯 嗯 帥耶 好期待 帥 我不知道 我只是在網路上嘗試 希望她有看到 我們現在就釋放這個訊息 就是請那個就是 如果你有意願的話 好的 那我們今天是日月外行 我們就感謝就是 市外旁邊來到我們的現場 非常感謝你們的 謝謝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禮拜見 謝謝 掰掰